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管是写歌创作或是在推广自己的歌曲 推广其他作者歌曲的一个信念 怎么说呢 有些人可能会嫌弃说 啊现在大环境不好 现在音乐圈怎么样 没有这么多的就是争多粥少意思 但是有没有想过 你有没有真的很努力很努力的去 突破重围的去找一条生路 我觉得做任何工作都是要有这个信念 不管你再怎么苦再怎么难 你就是要想破头想尽办法去 尽可能的帮助你的公司或帮助你的人 然后好 再来的第二点 就是广结善缘 怎么说呢 有些人他可能会看到这个人 他有眼前的利益而跟他合作 或是跟他成为朋友 但是我之前看到朋友圈 有人发一句话 他说 有人说 因利而交 但是如果没有利益了而散的朋友 其实非常非常多 我其实很多的客户跟很多的朋友来买我的歌 或是跟我合作 都是因为我之前有 也许是有小小小小的帮助他们 而他们一想到有案子 或是想到有很好的机会 他们其实第一个时间都会来找我 所以我觉得广结善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然后再来呢 我觉得还有一点蛮重要的 就是 不要怕被占便宜 那不要怕被占便宜 不是说自己没有自己的原则 而是说有的时候 总有人情故事吧 就是当人家可能需要一些什么样的帮助的时候 你就帮他一把 那不管他有没有记在心上 但至少他会知道 Amy宝之前曾经有帮我一些什么什么事情 也许是小事情也好 所以我觉得有时候不要变成一个很爱计较的人 所以其实有时候我倒觉得 可能顺便帮人家一些什么忙 我觉得不会花我太多的时间 所以我会觉得可以累积自己的评价 或者是对于人家对我的印象 最后一点我要分享的就是 不管是对客户对朋友都要有说话的艺术 我觉得说话是一门非常非常重要的艺术 不管是在瞧事情啊 或是你在谈一个案子的时候 你的说话我觉得最少要有尊重跟礼貌 然后还要有一点点技巧 大概是这样子 然后我今天就到分享就到这边啰 希望可以帮助到大家 最后最后我想跟大家介绍一下我的职业 我的职业就是除了我是一个写词写曲的作者以外 我也是帮公司在推进一些歌曲的人 所以如果你有好歌的话 你也可以跟我联系 就这样啦拜拜